会台31项当中和医疗相关的三条 其实在大陆已经行之有年 在ECFA开放之后 台湾医师就可以透过申请换发 短期行医症的方式到大陆职业 很多假日飞到时候也是医循之一个模式 虽然行政有年 但是由国台办明确发布 也代表着不同的意义 那么其中很引诱台湾医师的 其实我们知道包括了医美市场 那么大陆在去年的时候 已经躋身全球第二大医美市场 仅次于美国 医美一项都被称之为颜值经济 请教何庭目前在大陆 还有哪些机会跟挑战呢 去年在中国大陆 有1400万人是通过医美变美 在当周每100个人当中 有53个人是90后 也显示在大陆的医美市场 越来越年轻化 去年甚至还成为全球第二大的医美市场 预估到2019年 产业规模将上看上兆台币 好我们就来看看 何庭跟孝安在杭州的观察报道 从台北到杭州 这是1080公里的飞行距离 台湾医师西进在两地打拼 主要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梯子部位的地方 专场为整形 张伟廷过去是新竹马街皮肤科主治医师 跨境医美后两年前开始到杭州出差上班 以我来说我大概一个月会来两次 那大约是差不多五个工作天左右 看一下镜子 你的脸本身这边苹果肌稍微比较下水一点 所以这边有点泪沟 那再来就是这块肚肚肉是比较明显的 和他一样台北杭州两地跑 团队里有五名医师 执行长薛博人吸进资历更久 或许部分观众认识他 是因为有个明星老婆陈怡荣 两人2016年结婚 在这之前薛博人的医美失业 其实在台湾早有一番成绩 12年前还受邀演讲 开始接触大陆市场 基础跟经验的分享被看到的时候 他们要跃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本来从一个月一次 然后慢慢变成一个礼拜一次 到后来有时候一个月要去 六七次都有可能 从演讲到看诊 在会台30亿项之前 台湾医师其实早就能透过 短期行医症的方式到大陆职业 甚至和当地合伙人开医院 也让台湾医美进入大陆市场 在杭州的医美基地 坐落西湖西西湿地 占地2420平 比标准足球场还大 除了面积 客源也是台北医美诊所的三倍 大厅里堆满的行李箱 都是远从外地来杭州做医美 医师们周末出差两地飞 为什么愿意这样跑 说的现实点 在这里的收入是台湾的两到三倍 中国大陆的医疗的费用 约莫大概是台湾的三倍 那香港呢大概是台湾的两倍 就下半再加一点点 那当然这是年纪的关系 语言汇通是关键 台湾医师吸进的优势 在于同文同种都说中文 比起自己飞到韩国做医美 容易沟通误会有风险 现在台湾医师飞过来 对患者来说接受度更高 当然还需要一点技巧 沟通方式上面 我们可能要更直白 你不能够像台湾很委婉地 去跟客人讲说 你可能有一点点不舒服 或是有点凹陷 或是有点点皮肤不好 你要很直白讲说 你的皮肤就是很糟 你的额头凹陷很明显 如果说你讲得太委婉 有时候客人觉得 你是在跟他开玩笑 跟邻近的韩国跟日本 这些国家比起来 我们最重要的是 语言上面是相通的 那特别是在 一选美容这一块 包括像微整形 或注射类的 如果你在语言不相通的时候 它在沟通上面 基本上的两边的理解 就是有落差 你看到这个方向 我们给到四分之三色给到我 看起来像摄影棚 但其实是 医美诊所里的拍照间 用来做数前数后的照片对比 所以经济发展 被称为是 颜值经济的医美市场 中国大陆是全球第二大 在去年的增速 还是全球的六倍 这个角度非常好 保持不动 我这边给您拍一下 能活用的钱变多了 大陆经济成长 消费力增加 也反映在医美需求 市场规模 从2015年 870亿人民币 以百分之四十的增速 预估2019年 上看3370亿 光是2017年 在中国大陆 就1400万人通过医美为调 这个数字 只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当中超过八城市女性 一半以上是白领 主力集中在一线城市 上海 北京 成都 武汉和广州 而且不止医美 还进阶大健康 有市场自然吸引人才 尤其当生活 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 你到杭州来 你都不用带任何一毛钱 你就可以有行动支付 以前会觉得压力很大 因为我刚刚讲 吃就是一个问题 饭店也是一个问题 那现在我感觉 他比让在这边生活 比让我比在台北 觉得更自在 广大市场是犀利 因为人才本来就是流动 只是看哪里留得住 很多全世界的病人 不再认为台湾医疗 是最先进的 第二个是 为什么医生还要再继续去呢 有可能是因为台湾 本身的医疗市场 是出了一个蛮大的问题 他医生会认为说 我在怎么样做 我可能我的未来 我看不到有太多的远景 在大陆行医变得更容易 过去这几年 有人进来走的也不少 尤其大陆人口众多 从来都不缺优秀人才 台湾医师有优势 但西境竞争也越来越大 要走的长久 不能单打独斗 因为医疗是一个团队 不是只有个人 你必须要把这个团队的 服务品质跟概念 还有技术 整个能够复制过去 那对不管是台湾人的 一个产业也好 或是对我们就是中国这边 就是我们的同胞 能够让他们享受到 最好的一个医疗服务 我觉得还是最有效益的 在台湾保有技术研发 选择用经验移植的方式 搭上大陆 崛起的医美市场 人才要的不只是高薪 而是有挥洒的舞台 TVP的新闻 学校安陈宜人黄庭 台北杭州采访报道